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主席在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 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 德川必须要打好 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 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 因此明确要求我们 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 放在这个位置上 好 彭总 我推荐四十二军 他们在黄曹岭 阻击美军和南朝险军八万多人 长达十三天 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 都是不二人选吧 德川要是交给四十二军呢 完了 彭总什么想法 四十二军的能力嘛 当然没得说 但是呢 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 交给另一个军去坑 三十八军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没问题 好啊 这好啊 梁军议长今天 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 肚子里有火还发不出来呢 这不正好吗 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 到战场上去发泄 这一上去 变成疯狼了 彭总 你可是有名的中护长者 怎么又用上心计了 我关心他是真的 我骂他也是真的 我不骂他 他能进步吗 别说我这个梁大雅很有种啊 跟我顶嘴呀 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 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 这个三十八军是英雄还是狗熊 在此一战 好不好 好 赵主帝 到 马上把今天会议上 形成了作战方案 整理出来 请彭总过目 然后下达各军 上报给中央军备和毛主席 是 等一下 再加上一条 询问一下中央 在苏联购买的汽车 什么时候到位 是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就是修路 要修几条宽大公路 通达德川 宁远 孟山区域 而且要修得好 修得宽 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 另外请高岗喝几年 寄一切可能 保证东西两线 凉弹被俘的供给 主席 朱老总 史达林同志发来电报了 史达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史达林同志 赞同有金日成首相 苏联驻朝鲜大使 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 组成三人小组 决定过资源军 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 另外他同意 由彭德怀司令员 统一指挥 好啊 这样一来 彭老总再做决定啊 就容易了 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 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其实啊 是请我们支持他 他彭总在前面打仗 有我们三个人 给他做后盾嘛 要保证啊 没有人给他填乱 好啊 我对西仙六个军的部署 心里比较踏实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仙 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 都冷得受不了了 救兵团十多万的将士 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 他们可怎么扛呢 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好 这样不行啊 明天到美国战刹机这么多 这下雪天也不消停 一旦被他们发现了 就暴露我们战的意图啊 预速则不大 一会儿命令战士们 既树林隐蔽 以后舟服也出 白天禁止行军 我们只待了七点口粮 白天让战士们 在树林里挨动 看不出啊 咬牙坚持就怕 命令后勤部门 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 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 就说这七天的口粮 让他们省着点吃 可能要吃十天 甚至更久 这鬼天气 怕有零下十几度吧 白天零下十几度 晚上零下二十多度 以后会越来越难 命令哥哥连队 把已经分配到的后面 集中统一管理 到时候分给生病 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是 宗司令 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 的秘密密行军 全军十几万人 您让司令部派多少人 跟我们送集啊 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 那肯定会被美军的 震撼机发现 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第九兵团 只能靠自己 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 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 接受一次任务 报告一次方位 需的时间 保持无线电静目 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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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医生员 医生员 怎么了 医生员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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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小豆包 看看他身上还没干凉 OK 我 昨天我去那吃了 他就是不舍的 今天就停不住了 你别哭 眼泪冻住了 眼睛又瞎了 你干什么 连长 给他留着吧 往前路上好歹吃一口 买吧 杨文艺同志 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 你先认识安心 我杨根思只要活着 就一定会回来找你 如果我死了 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 好 敬礼 小子班 还行吗 连长 你答应过我 只要把它扛下来 你就给我一支全联最好的水联柱 好啊 到时候随便你挑 只要你能打准 别瞧不起人 我师父可是身疆手路成风 脾气训了三天也能叫师父啊 那是 师父领进门 修行带个人 小子行啊 走吧 快点儿 快点儿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